三人的出现 立刻被盗风察觉到 但自己正在跟离山老母死战之中 无法翻心 于是喊出了一声简短的口令 不远处正在厮杀的十二门徒中的几个 立刻飞山而起 试图挡住三人 苏默在空中出手 几颗红色火球一般的灵力波被冲射出去 将几人短暂的困住 人领从他们身边飞速地掠过 突然 一道橘红色的剑气后发先驱 朝着三人射来 苏默布置的灵力波几乎被一瞬间击碎 剑气继续奔袭 眼看着就要像刺中了苏默 他身边那个黄脸男子突然折返 双手像大太极似地在空中朝着一个方向波动起来 双掌之剑 蓝色的气息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道平掌 剑气打在上面 震出了一道强大的反阵波动 红光折返 重新回到剑闻帝的手中 那黄脸男子看到他一眼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冷漠 双手分别提着张云和苏默朝着山下飞去 剑闻帝首提鱼长剑 站在伤口 望着黄脸男子的背影 表情十分的凝肿 内心深处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 这个实力几乎不亚于盗风之下的男人 到底是谁呢 三人飞身下到了山谷中 朝着锐冷玉等人杀过去 中奎正在全力推动旗杆 根本无暇顾及身后几个人 听见动静立刻就让萧毅云等人前去抵挡 萧毅云带着天子殿众人冲了上去 挡在三人面前 历声喝道 你们什么人 我是天子殿的压司 敢对我动手吗 黄脸男子看着萧毅云一眼 什么也没说 脚下动作不停 一抬手 一道黑色火焰从掌心喷出 如同一把尖刀 直接扎了过来 萧毅云急忙打出了三道鬼斧 与火焰一旦接触 只支撑了不到几秒钟 立刻就被击打得粉碎 身后的几个金甲和银甲鬼物 是立刻围上去 做法将火焰挡住 萧毅云这才回过神来 命令大家布阵 将三人围起来 展开进攻 瑞朗玉和扁头 继续帮着钟馗一起推动旗杆 虽然两人实力有限 但是为了救叶少阳 也是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老郭在这种地方 是完全没有一点用的 站在一边默默地观察着战局 心中也越来越感到震惊 本来看到这三人 是从山上下来 并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自己这边的人多 金甲鬼物士是上等鬼将 三等鬼手 每一个丝牙最多也就配备几名 更不要说有几个银甲鬼物士 身为天子殿压寺的萧毅云 最少也是准地仙的牌位 这个阵容已经非常强大了 而面对只有三个人 对方混战起来之后 对方三人中间的白面小生张云 基本上只有自保能力 苏默差不多跟萧毅云形成对子了 也就是说 那个黄脸男子 一个人抵挡住所有金甲 和银甲鬼物士的进攻 仍然不落下风 老郭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对方只有三个人 仍然敢发起进攻了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呢 老郭皱着眉头上下打亮着他 脑海中猛然浮现一个名字 心中咯噔一下 原来是他 老大 有人来救我们了 橙子躺在叶少阳怀里 透过灵力王往外面看去 虽然看不清许多 但是能看到一杆大气 正在缓缓地靠近阵心 几乎已经升到了面前 只剩下最后一丝距离了 小天使 你那边加把劲 只差一点了 叶少阳很想回答 但是现在的他 已经连嘴巴都张不开了 头顶上悬挂着 那一张最强大的灵力王 正在缓缓地收剪 几乎快压缩到他头顶上空了 这还是他拼起了权力抵挡的结果 现在的他 连体内所有的力气 也差不多都涌进了 真正的灯枯油尽 仅仅凭着一丝不须的意念 在支撑着 老大 橙子看着他惨白的面孔 感受到身体越来越强烈的抽搐 他知道 虽然获救的希望就在眼前 但是叶少阳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老大 我真的很没用 两行轻雷 从橙子脸上滑落 用力咬咬嘴唇 表情随后淡然起来 冲他笑了笑说 也挺好的 总算有机会 能为你做点事了 什么 橙子反常的表现 让叶少阳近乎混沌的意识清醒了一些 一边苦苦地支撑着 不让灵力网落下一边朝橙子看过去 他早就耗尽了修为 就连移动都困难了 他还能干什么呢 橙子站了起来 张开嘴 一股红色的灵气从他口中吐了出来 化作一条鲤鱼的形状 甩着尾巴 跳到了头顶上空 橙子双手交往 不断变化着手印 闭着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突然张开眼睛 那条灵气祖生的鲤鱼甩了一下尾巴 形状散开 化作一层结界 在两人头顶笼罩下来 瞬间挡住了灵力网的下落 虽然结界立刻摇晃起来 但是看上去至少能支撑片刻 叶少阳顿时感动的压力轻松了很多 双腿一软跌坐在了地上 几乎虚脱了 什么 你这是什么法术 叶少阳心中浮起了不祥的预感 挣扎着爬了起来 不要过来 老大 如果你碰到我 封印一破 我立刻就会魂飞魄散了 橙子定定地望着他 嘴巴没抖 再用神年对他说话 什么意思 什么 叶少阳用最大的力气嚷了起来 但脱离的他几乎没有发出声音来 老大 你还记得于玄机吗 于玄机 寻游司主 往日的一些记忆又浮上了心头 叶少阳不明白 在这关头成的为什么提起他来 于玄机往生修罗道之前 把一身灵骨拆了给我 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因为我跟他算是同类 之后我修为没有增长 是因为我的神势 与他的灵骨还没有完全融合 我一直都在记恋灵骨 总算是记恋差不多了 将我的元神融入了进去 将元神与鱼玄机的灵骨融合 这的确是修炼的正道 只有这样才能把灵骨变成自己的 方能够一点点地释放出鱼骨中的蕴汗修为 和记忆 叶少阳的心中咯噔一下 猛然想到了什么